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被爆即将进入总装 追凭美国黄蜂级 我国首艘小航母也终于姗姗来迟 为什么说它一艘能顶三艘055大驱 近几年随着国家海军实力的快速成长 一个个曾经的短板也被处以不足 近日我国新一代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又有了新讨消息 据一位热心网友披露出来一张卫星图片显示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似乎已进入总装状态 即将在船目合拢 此前军事专家尹卓就曾透露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确实存在 而这一次通过背心图的分析大致可以推测出 该舰长约240米水线宽34米 符合此前推测的4万吨左右的排水量预测 一艘就可以顶三艘以上的05大驱 一旦正式列装 对欧国海军整体实力的提升可谓是意义非凡 有关资料也显示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是同美国现役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相当的存在 二只有这相应的吨位 同时由于体量的提升 它能停放的舰载机 登陆机电船 两栖车辆等的数量也将非常惊人 成为小航母也不畏过 不少人关心零七五星同我国现役的 七艘零七一型船雾登陆舰有哪些大的改进 首先最明显的是在作战能力上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道次的 拿二战时军舰常见的登岛作战来说 两栖舰的优势是无欲伦比的 搭载四个直升机起降点 两台升降机以及巨大船雾 保证了连机武器能在执行导交任务时 投射更多作战力量 此外该星舰还可以配合我军航 编队在云海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对很多军民来说 连机武器唯一的缺憾 可能就是没有搭载垂直起降 固定义战机 导致相比美国的两栖攻击舰似乎落入下风 不过得益于我国近人的造舰速度 特别是一艘又一艘的航母进入事业 未来的体系化作战中 更加专精的零七五行 没必要抢航母的饭玩 可以专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即便是到时候真的想改造 参考建伊林的例子 依我国的军工实力来说 还是难事吗